我之前在泰国的那个主管 他就是中国人 他的话术是 我觉得你很差 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怀孕 这句话如果在台湾讲的话 可能就是犯法了 个人是比较喜欢台湾的职场文化 会不会要拍领导的马屁 我觉得完全不用 在我有进步之后 他会说很好啊 比昨天做得好 然后你这段时间也辛苦了 我感觉到我有被重视的感觉 Hello大家好 我是惠面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一转眼呢 我在餐饮业工作 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这半个月呢 确实真的是非常快速的 提升我的个人能力 还有家务能力 其实我在家务上是一个小白 所以呢 在餐饮业有稍微的 提升了一下我的这个技能 让我看到了一些 我平常不注意的那些角落啊 什么有妹妹嘎嘎的那些地方 就也不得不感叹 台湾的这个服务业 它真的是做得很好 很细致 就包括对客人 你要讲什么样的话术 我们只是一间非常小的小店 对客人要讲什么样的话术呢 然后如何跟客人介绍菜单呢 怎么可以不要让客人跑掉 我这些都是要学习的功课 然后要整理哪边 然后餐饮的那个卫生环境啊 这些要打扫的地方 还有经常容易落灰的地方 这些都是要去学习的地方 然后呢我的一个大陆朋友 就在我餐饮业工作了两个星期之后 问我说那你在餐饮业工作累吗 你的同事之间会互相坑害吗 要拍天到马屁吗 然后我就觉得 嗯这个问题值得来回应一下 首先累吗 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同人的想法不一样 因为大家首先对于体力的工作的第一反应 就会是会很累 那确实没错 它是很累的 这个累在于 因为台湾呢 它是要求你有劳基法的规定 比如说要在八个小时 你就要干完你的所有的工作 它每天不能超过八个小时 然后月休要八天 那在有这个劳基法规定的状况之下 那你就是要非常有效率的完成所有的事情 尤其是餐饮业 你就是要快速又要好 就是要又快又好的这样子的 所以就会要求你的一些技能 就是要快 要反应能力要快 然后出餐速度要快 然后在这个当中 你同事又不能把盘子啊 什么打破这种事情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在台湾工作是不是很爽啊 好像每天闲闲没事做就下班 嗯完全不是 它会充分的利用你这八个小时时间 把所有的工作高效率的完成 啊这就是台湾的现在一个职场文化 因为毕竟你要休息嘛 那你要休息 那你就要在上班时间 抓紧时间把所有的事情做一做啊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种很悠哉的 呃所谓的生活环境 那我觉得不如就是去东南亚 那边的工作环境会非常的慢 然后假期也多 然后泰国人 呃像我之前在泰国 那些很多泰国人都是爱做不做的 然后就是你能把我怎么样的那种态度 呃也是一种当地的文化 那台湾的文化绝对不是说那种可以躺平啊 想不做就不做这样子的一种文化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关于在职场当中 会不会被同事坑害这个问题 嗯就像我刚才说的 每个人都只有八个小时的时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其实大部分我们是个人独立作业 然后又要互相合作跟cover的一个 那这个内容的话 你怎么能保证说大家能高效率的完成 那当然就是非常的高速 就是每个人都要提起你的十二分精神 努力的去做快速 那在这个当中大家又想想 怎么有时间去坑害同事呢 就像以前的大陆的职场剧 就很爱演一个恶毒的女儿 气负善良的女姨 要么就是把她的做了一晚上的工作 然后偷偷的拿走 然后要么就是刻意的把她的杯子碰倒 然后让她的资料失掉 这样子的桥段跟情节 我觉得太扯了 上班这么闲吗 还有时间搞这种办公室政治 就是在大陆也蛮多有这种办公室政治的情形发生 就是大家互相的坑害 然后就是为了在领导面前 彰显出我很棒 我很牛逼 然后这样子我的地位就可以提升 那在台湾我觉得是完全不会 首先大家就是非常的忙 当然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大家非常的忙 没有空理别人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赶快去问 你说不好意思这个问一下怎么怎么样 然后别人就是跟你讲 然后你再去做 所以我觉得一般会搞办公室政治的 都是比较闲的 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是我跟大陆的 不管是国企的还是公务员的朋友在聊天 我发现他们常常利用工作时间在聊天 就是在上班时间他们是很闲的 但是呢又要常常的加班 我就对这个事情很好奇 为什么在上班的时间不做工作 反而要到下班的时间要去加班 我就跟那些朋友聊天之后 发现他们就是说 因为很多工作都是在下班 快下班的时候 领导突然间发过来 我说这不是蠢蠢有病吗 上班的时间不发布工作 然后下班的时间发一个工作 让大家都待在这边 是怎么了 为他们的家里省电吗 就是不要让你回去陪老公陪孩子吗 我在之前的那个影片也有分享过 就是大陆他们的公务员 我认识的那个朋友 他们就是有一个举报箱 你可以随意的举报你的同事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不错 非常不利于同事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进展 当然了你跟同事也没必要做朋友 但是互相的暗害 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奇怪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会不会要拍领导的马屁 我觉得完全不用 因为在台湾更看重的是你的个人能力 你能力不行 你再会拍马屁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我不明白就是大陆这么多年的职场 这种拍马屁的文化流传下来 真的是非常奇葩的一种现象 可能台湾以前也有吧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职场是不相信拍马屁这一套的 领导会更像我们店的店长 会更看重你个人的能力 以及个人的发展 而且还有一种很神奇的现象 就是大陆的领导喜欢拿你们之间互相比较 说你这件事情做的不好 那个谁谁谁 为什么他可以做的很好 但是你却做不到 但是台湾的领导好像更注重 是你个人的一个发展跟进展 就比如说我是新手 那我一开始当然是有一些不熟练的地方 但是呢 其他的员工 因为他们已经在的时间比较久了 而且也是比较年轻的人 所以他们的手脚会比较快 然后又比较熟练 那他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就看到我慢 他会提醒我 然后在我有进步之后他会说很好啊 比昨天做的好 然后你这段时间也辛苦了 会讲一些这种比较温馨的话 让我感觉到我有被重视的感觉 因为我一直是觉得 我是在职场上会被PUA的那种人 所谓的PUA就是给你的精神洗脑 就是让你相信你是一个很差的人 从而达到操控你的目的 就是你能来我们这工作是你的荣幸 我之前在泰国的那个主管 他就是中国人 然后他其实是想让我调一个岗位 他想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岗位上 但是他害怕我不听话 然后他就要他的话术是 我觉得你很差 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怀孕 什么什么样这种话 然后当时我老公听了说 你怎么可以这么快怀孕 这句话如果在台湾讲的话 可能就是犯法了 但是当时呢 他讲完那句话 或者是他对我的精神洗脑之后 我当天回家是真的很抑郁 一个是刚生完宝宝 觉得心里本来就激素很不平衡了 然后还被领导这样子讲说 你怎么能没有这么没有计划怀孕呢 怎么怎么样 在这样子讲完之后 我就整个人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我才知道 不是我的问题呀 是他的问题 我选择怀孕生孩子 是我个人的选择 我为什么还要跟他汇报呢 对不对 除此之外呢 就是常常看大陆的一些抖音平台 都会讲说 你要怎样提高你的情商 让你的领导喜欢你 在想我们明明是工作关系 让他喜欢我干嘛 因为他有很大的话语权 很大的话事权 可以有权力决定你的升职和降职 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大陆非常的宏扬这个 什么提高你的情商 要去跟你的领导如何的沟通 怎样去跟领导汇报工作 什么什么的 这样子的影片很多 那相对来说呢 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台湾的职场文化 更单纯一点 不会让人有那么大的压力 当然我知道在一种强大的压迫下 可能会激发你的潜能 让你就是无所不能的感觉 但是这样子真的会对你的未来是有利的吗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的话 这样子的逼迫对你的未来是有利的吗 很多人因为这样到最后工作上会抑郁 那有些人他存活下来 他可能真的也站在了这个顶端 他同时又可以用自己的权力 再继续压下面的人 那真的是一种良性循环吗 欢迎大家告诉我答案 那今天就是我对两岸职场的一些真实感受 是什么玩家里面是怎么必要是 yelled플 一定不 UNTIL 就这么多分 我把想法 priests交往 当然有重要性循环 不我 ז也fal年� storm